大家試一下想一下我可不可以走到我鄰居的家裡 趕走鄰居,然後強姦她的老婆 然後殺了她的狗,然後坐在她的梳化上 看她的電視機,打開她的雪櫃,吃她的食物 當然我們生活在一個有法治的地方 這件事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世界層面上 根據這位John Villasima教授的說法 這些是絕對可以發生的事情 我們今天在2022年2月24日 可以目睹在現實世界正在發生 為什麼我會選擇講這個教授 Millasima這個教授呢 因為她的預言早在十年前 她已經開始構思這套理論 就叫做現實主義 現實主義是國際關係 realism 但是她這套理論有少少不準 其實也很準的,但有少少不準 她的預言是中國會發動下一次的戰爭 誰知道她被她猜中了 就是有大國家發動戰爭 不過不是中國,而是俄羅斯 我們講一講她的理論 她的理論主要來說 就是有五個設定 如果這五個設定都成立的話 她的預言就會成真 首先我們分析一下 第一個設定就是 這個世界是沒有一個世界政府的 即是世界上 現今的世界是沒有法律去管治這些國家 因此我們可以說 這個世界秩序根本就是沒有秩序的 就是一個混亂的狀態 第二個設定就是 一個國家永遠都不知道 另外一個國家在想什麼 譬如我們現在俄羅斯還沒攻擊烏克蘭之前 很多人都說 現在的世界就是 美國和中國的競爭 有些人甚至叫這個做新冷戰 所以兩個國家都觸摸不到 究竟美國想 中國現在是不是 在南海那裏 又或者在東海那裏 增加勢力 是不是想攻擊台灣 然後有野心去侵略東亞洲 那樣 這個 這個的懷疑 其實雙方面都有的 這個Mil Shimmer 的意思 就是說 你永遠都是觸摸不到 對方在想什麼 這是第二個假設 第三個設定 就是說 當一個國家 採取一些防備的動作的時候 在第二個國家的眼中 永遠看來都是一個攻擊的策略 對不對 這個意思就是說 譬如現在俄羅斯人 他們可能覺得 就是烏克蘭 對他們構成危險 有可能是 政府的一些 宣傳 是不是 一些媒體上高的宣傳 就說 烏克蘭很危險的 在我們旁邊 任何時候都可以進攻我們 因此我們要先下手為強 是不是 就制止了他們 而在烏克蘭的眼中 當然他們也都覺得 俄羅斯是一個侵犯者 是不是 他們覺得可能 自己是在防衛著 Anyway 這個意思就是說 你 從兩個不同的角度來看 OK 是 誰是做著防守 誰是做著攻擊 是根本是看不清楚的 沒有可能可以 斷定得清楚的 而第四個設定 就是每一個國家 都是想在這個地球上生存 是不是 這個就 很容易理解得到 是不是 每一個政府都不想倒台 都是希望可以保障自己的政權 而第五個設定 就是所有國家 都是用一個理性的方式 去處理這個國安問題 就是 所有國家的領導 都是理性的人 如果你假設了以上這五個設定的話 那 就只有一個結論 那就是這個世界霸權的追求 世界霸權的追求 那根據Miyashima的說法 就是 如果你是 設定了以上的五個設定的話 你唯一一個可以 在這個世界生存 和享受這個最安全的地位 就是成為世界霸權 但是因為這個世界這麼大 所以你最好的 最佳的做法 只是可以成為地區霸權 而美國呢 過去這一百年 一百年 一百年 一百五十年左右 就已經成功在美洲這裏 成為地區霸權 英文就是叫Hedgeman 所以當你是成為了這個地區霸權的時候 你就可以享受一個很安全的位置 譬如美國就不會擔心說 會不會加拿大入侵 或者墨西哥入侵 是永遠我們美國的國民 是沒有這一種這樣的擔心 因為美國這個國家已經在美洲 成為了地區霸權 而且呢 你成為了地區霸權 有另一個好處呢 就是你可以周圍走 是吧 就是一隻獅子這樣 當你在一個山頭那裏 已經成為 這一隻猛獸了 那你又不怕其他動物 會攻擊你的家 那你就可以周圍走 整個山頭周圍走 是吧 沒有問題的 你是不需要擔心任何事情 那美國過去這幾十年就是這樣 是吧 打中東 是吧 撤軍在日本 亞洲 不同的地方 和歐洲的北約 一起去 去 夾在一起去保護當地的安全 是吧 那美國已經在做著了 是吧 他可以很自由地在世界周圍走 把軍人周圍 走來走去 這樣 但是其他國家呢 是 始終呢 都是想追求 希望可以 取締了 美國這個地位 這個霸權 而根據這個 Miyashima 他的預測 就是說 下一個勢力 因為他見到中國 崛起 那個經濟 越來越厲害 人口又這麼多 是吧 那他呢 就是預言 就是說 下一個 國家是嘗試 去成為這個霸權的地位 就應該是中國了 OK 但是今天呢 我們 看新聞 竟然 他預測 他整個理論 其實是 是正確的 可以這麼說 但是他那個 猜中 那個的國家 就猜不中 就猜錯了 猜錯了 猜在旁邊那個 那應該原來 就是俄羅斯 那看來俄羅斯 這個 在普京的領導之下 就是想成為 當地的地區霸權 那他見到 現在歐洲 就是很倚靠 俄羅斯的 天然氣 那而且俄羅斯的經濟 又相當之差 是不是 人口又越來越老化 那因此呢 就好像一隻 越來越弱的動物一樣 OK 如果現在不發威 去咬其他動物 他可能 將來就沒有這個機會 OK 而且他要 保持著他的 這個地位 要在這個世界上的生存 他就是 需要將他的勢力去擴張 是不是 嘗試他成為這個 地區的霸權 這個呢 根據 Miyashima的現實主義來說 就是 注定會發生的了 至於你說 民族主義 又或者復興主義 那其實這些呢 都是一些的論述 來的 OK 他將俄羅斯的行為 正當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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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其實背後的動機 根據 這個教授的說法 就是 他希望可以做到 歐洲的地區霸權 因此鞏固他們的勢力 而且 令到這個政權 更加之安穩